你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在印尼蒙鹿家群岛 当地居民热爱荷兰 特别是在世俗赛期间 民众挥舞荷兰国旗的情景 让人印象深刻 由于殖民历史的影响 他们对荷兰情有独钟 中央社记者近日前往印尼安问岛 来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渊源 年过七旬的魔路家妇女 因热爱荷兰文化而组成探照灯团体 每周聚会一起练唱荷兰歌曲 并学习和语 借此寄托对荷兰的感情 出生在荷兰的乔伊斯 1950年代初期 随父母及一万多名当年 加入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的 魔路家士兵 和眷属流亡至荷兰 直到八岁才返回印尼 因此能操一口流利的荷兰语 不同于乔伊斯一家人 当年搬到荷兰的魔路家人 大部分选择留在荷兰 也因此许多在安问的魔路家人 在荷兰都有亲戚 血缘所建立的连结 增强了印尼魔路家人 对荷兰的深厚感情 他们比印尼其他省份的人 更对荷兰情有独钟 特别是在世足赛期间 总能见到代表荷兰的 橙色旗帜四处飞扬 然而魔路家人 对荷兰的深厚感情 在文史工作者曰 瑟夫眼中却显得五味杂陈 他认为荷兰人 对魔路家人 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甚至还曾欺压魔路家人 因为葡萄牙和荷兰殖民的关系 在马鲁库可以看到 许多像我后方这样的西式教堂 在这边有一半的人 人口都是独信天主教和基督教 安问岛上多座教堂林立 还有几座葡萄牙人留下的碉堡 而真正由荷兰人建立的建筑并不多 另外 搬到荷兰的魔路家人生活也不好过 我们在荷兰和文化的文化 他们在荷兰在荷兰 我们在荷兰人在荷兰 在荷兰人在荷兰 悲惨历史随着时代变迁 在荷兰 新一代的魔路家人 也已融入荷兰社会 并与荷兰人通婚 毕竟历史总得翻页 透过语言与荷兰保有连结 或许也是延续魔路家文化的一种方式 我们没有避免过去 但是跟印度网友 马鲁和巴兰 我们可以在很多国家 经济历史上 因向未来 魔路家人因殖民史与荷兰建立紧密关系 他们在安稳岛上将继续歌颂 对荷兰的浓烈情感 中央设计的李宗宪安问报导 尼泊尔一名年仅18岁的雪霸少年人籍 日前成功登上中国西藏 海拔8027公尺的西夏巴马峰 成为征服全球14座 超过8000公尺最高山峰峰群的 最年轻登山家 18岁的尼泊尔少年人籍 日前成功登上海拔8027公尺的 西夏巴马峰峰顶 完成自己攀登全球最高峰峰群的任务 也成为征服全球14座 于8000公尺顶峰的最年轻登山家 要攻克这14座高峰 一直被视为登山爱好者的终极愿望 超过海拔8000公尺 就进入登山克所谓的死亡地带 极度寒冷和极度缺氧的环境 是对人类生命的极大挑战 仁吉表示 征服西夏巴马峰 不只是他个人旅程的巅峰 也是向敢于突破传统限制 达成梦想的每一位雪巴人致敬 外媒报道 仁吉在16岁时 开始挑战第一座8000公尺高山 接下来他只花了两年又40天 就完成了攀登全球14座最高山峰的壮举 至今达成这项记录者大约只有50人 通常也需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才能完成 仁吉之前 以最小年纪完登全球14座顶峰的记录 是2019年由另一位尼泊尔雪巴人 加布大卫保持 当时以30岁之灵达成这项壮举 中央社综合报道 台湾舞团小事制作 登上法国下游剧院演出 为巴黎观众进行表演与工作坊 并带领全场奔跑大吼感受身体 总监杨奈璇说 欣赏表演艺术需要亲身体验 从一张台式酒席圆桌 结合街舞剧场和及时自拍投影 开启多元文化盛宴 台湾舞团小事制作 受邀到法国下游国家剧院 演出舞座小岛小燕 台上舞者突然又化身为主持人 走向台下与观众互动 舞台空间随全场注视的方向 不停变化 小岛小燕的叙事跳跃 以荒谬推进节奏 并从舞者变换的戏服 建立出不同的场景氛围 在下游剧院表演期间 小事制作也举办工作坊 并将在台湾的身体工作坊计划带到巴黎 引领观众用自己的身体感受舞蹈生命力 我觉得舞蹈表演艺术是非常需要你亲身体验之后 你就会了解为什么要看现场演出 那那时候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舞蹈就是肢体的感受很强烈 在法国最高舞蹈殿堂里 这间观众尽情感受身体与内在情绪 无论是放肆大叫奔跑或柔软的伸展漫步 艺术总监杨乃璇说 如果观众喜欢甚至会成为潜在观众 这对双方来讲都是双赢 台湾舞团透过表演艺术 让法国民众全方位体验台湾文化 也引起广大回响 蒋舍姐李肉韵巴黎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蒋舍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